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盘面上的观察 下来请到宇明老师 好的 连续两天的重挫 我想大家会感受到这个盘面有点奇怪了 不像之前的涨势这么凌厉 昨天大跌200多年已经又跌了90几点 所以盘面上开始有一些危险了 那危险在哪里 今天接盘我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先看这个新闻 这个森达科卫星产品送上太空 这就是一个利多 当一个利多出来 那请问你要如何解读 你利多出来一定会看到股价 看到K线 对不对 你又回去看几本面 看很多新闻 不是不可以啦 是浪费很多时间啦 那最后行不行 你也搞不清楚 最后判断错误 最后才能赔钱 那赞鸣怎么判断 我把方法告诉你 你每天会看到很多新闻 我也会看到 那我们说最难是什么 很简单 看到新闻要什么 选股啊 对啊 所以我们说股市最难 就是选股跟买卖点的判断 这是连高手都害怕的事情 那怎么来选 怎么来挑 那我们看 我们用鸿海来做说明 鸿海这是日线 日线已经跌了一段 反弹上来又打回来 涨不上去 袁立文跟他讲过 因为他没有翻多 这非常的危险 为什么他涨不动 事实上红海已经跌了 不要跌了 盘了一年多 都没有涨 很多利多出来 最后呢 利空出来了 昨天发一个利空 夜减29% 可是你看到的时候 股价早就拉回一波了 那你这一波去买鸿海的人 应该是没有什么收获了 那我们看 有什么问题 因为低调曲线都在空方 所以这空投格局 所以碰到空投格局的股票 很简单 你看这三个都会 鸿海花多少利多 又是要做电动车 又是要帮iPhone14订单 做代工 又是这条 两万五千台电动车单 对不起 我不为所动 那你进去也没用 你赚不到钱 为什么 我一秒钟就解决了 空投格局 2317888 空投格局 所以我不用看 这不用 不用再研究新闻了 那我们看如果从周线的角度来看 天哪这多久没动 一年三个月没有动 你买进去会赚得到钱吗 没有错它没有跌 你股市又不是来买没有跌的 那你就不要买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买都不会动 有问题 可是你不知道 赵亚明知道 我当然知道 为什么 空方压力很沉重 1234567 这么多压力又在空投格局 所以这种股票我就不会买 碰到一个新闻是这样来解读的 我的方法就这么简单 888看日线 77看周线 看完之后心里就有底了 所以这一年多我都不会买红海 另外也没有用 为什么 就盘在这里 没有翻托不会涨 现在太阳能电动车都出来了 这车子的顶部 它可以晒太阳能 晒完之后一天可以储存 70公里的这个电 如果你都不充的话 就晒太阳能就可以充电 这个旅程 平常的旅程是625 所以我们说电动车的科技是日新月异 红海是什么 红海什么问题 起步太慢了 比亚迪我7年前2017去大陆 路上的比亚迪电动车就满街跑了 你看这7年来经过很多车子的回馈 维修 数据 他们修正的已经不错了 加上他们有一些矿产 电动车要什么 要矿产 要离 要捏 要孤 要门 我们台湾都没有 所以你原来要跟大陆买 大陆要不要卖给你 问题就来了 现在两岸关系也不是很和谐 所以我们说要坐电动车 其实是困难重重 又起步又慢 我们说现在连太阳能电动车都出来了 红海才开始要坐电动车 当然这会产生未来的一个压力 所以我们暂时看不到红海有很好的表现 好 那我们从前几天 这是2月12号 2月2号 12月2号 今天是12月7号 5天前 红海集团一档股票涨停板叫广宇 当时是成交值排行榜 怎么样 很前面的股票广宇涨停 那很多人又很兴奋了 又去追广宇又买广宇 最后搞到半天广宇也没涨 就涨一天给你看而已 那当时我怎么分析它 我们不是说做股票 看到股票涨停板就好 如果那么浅 没有人会输钱 每个都看到涨停板再去追就好了 不是这样的 绝对不是这样的 所以不是看到涨停板 你就觉得很好了就可以追 不是这样 我当时给你分析什么 你看盘了这么久 没错啊 你看这盘了半年多了 那盘这么久 为什么突然拉这根长红棒 有量有价 所以每个都看好 对不对 因为量上来价也突破了 每个都看好它 那我们说为什么拉这一根 如果没有这一根 它其实还在这边盘 为什么拉这一根 你要把这个理由分析到位 这样你下次什么股票 你也会看 这样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说为什么拉这一根 涨停板 还带量涨停板 反尼亚区的突破 跳空突破 带量长红棒突破 要配合三线万多 跳空三线万多可以 带量突破三线万多可以 如果没有三线万多是假的 你要记得 这叫反尼亚的突破 虽然回到刚刚 网友有没有很多反尼亚 你看不到 所以你觉得没有 那赵爱铭看得到 我就说他有 怎么判断 有啊 你看 天啊 这么多压力怎么会没有 只是你看一般的K线 所以你觉得没问题 这都没有压力 赵爱铭跟你说这有压力 而且压力非常的沉重 所以他用什么 他用这根红棒来突破 所有的压力 包含这边的压力 这样的一个道理 日线不错 我们看周线 日线要看 周线要看 赵爱铭股市第600条游鞋 周线对不对 不对啊 还没有翻多了 压力有没有完全克服 也没有 因为没有翻多 就是没有克服 三线没有翻多 第一线都还没有翻多 赵爱铭跟你讲 光与还不行 那个时间点还没到 对不起 这时间点还没到了 好 那你看这个 一个礼拜过去了 又拉回来了 涨不上去了 压力也是没有突破 所以我们说你解盘 股票的一个研判 你必须有一个 很客观的依据 这个依据经过股市里面 多年的一个印证 不是刚拿出来 就要给大家用了 不行 那问题错 不是害死一堆人吗 这个药发明出来 很厉害 你能吃干 你们都来吃干 吃完每个都死了 开玩笑 怎么可以呢 当然做临床实验 先从动物实验开始 你先给老鼠吃 老鼠吃了 死就跟他 奥弥陀佛 你不能随便拿 药发明出来 就要给人吃 这不行 同样这个工具 如果没有经过市场的印证 你说行就行 那害死一堆人怎么办 不行 张爱民跟你说什么 不对 很简单 是证明还是不对 好 那我们看这个新闻 这是昨天的新闻 好 普瑞11个月营收新低 营收下滑 31个月新低 吓死人 这个营收你看 多糟糕 多衰退 普瑞KY 当你看到这个新闻 创31个月新低 几乎3年的新低 那请问股价在哪里 股价惨不忍睹了 股价已经拉回74%了 这档股票从高点下 已经蒸发1300亿了 有没有很多人在里面卡住了 套住了 当然有 我看很多分析师都在讲 普瑞多好 多好 只有害死一堆人 好 那我们知道什么问题 我们把它看一下 一样日线看一下 这都不对 这张图是29号的 都不对 压力很沉重 所以这种股票我不会买 周先再看一遍 周先 这个也不对 这空头格局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种股票 我不会买 那很多人去买 有啊 一堆人 1300亿不就蒸发了吗 所以你这种股票 第一个要先避开风险 你连风险都避不开 然后每天想着获利 怎么可能 你风险都避不开 一不想就是风险 股市里面风险比获利还要多 所以你要小心 那债民的判断就这样 你先看一遍 周先看 答案就出来了 好 森达克刚刚讲了 森达克要送到 这个卫星产品要送上去 那请问到底行不行 怎么研判 有啊 刚不讲了吗 日线看一遍 周先看一遍 答案就有了嘛 来日线 日线都空头反弹 那不用看啊 日线都已经不对 周先要看嘛 至少日线都不对了 这是个空头反弹而已嘛 压力有没有克服 股价在这里 对过来就这边压力区嘛 123456 没有啊 六个压力还没有克服啊 所以那格局还是不对 周先 周先还是不对嘛 看懂吗 这上面压力也没有克服嘛 第一现在在临走附近嘛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 心里就有答案很清楚了 看了一个新闻出来 谢谢再联络 你不要浪费时间 一买一天 时间没有关系啦 那如果时间浪费掉 钱就赔掉了 那多可惜 这就是你应该有的 做股票的方法跟技巧 当然你的方法不一定 你搞不好说 老师我都看KD 你只要看KD会赚钱 你就继续看 老师我都看RSI 你只要看RSI会赚钱 你就继续看 老师我都看MACD 看MACD会赚钱 那你就继续看 老师我都问我家三太子 跟他拔杯 三的杯我就买 如果会准 你就继续拔杯 对啊 你这种方法会赚钱 我跟你说不行 那当然不行 你会赚钱就继续用 那如果你不会赚钱 不要用 这种下去就越赚越多 不是办法 好 ABF 请说 明年原因不淡 最近发了两个ABF的新闻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到 请问当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两天连续都发利多 你对ABF会心动吗 你会有冲动吗 应该不会 为什么 你跟RSI多少人 沿路发利多 几乎每天都有利多 得溜几%了 现在给你发利多 你也不相信 沿路都发利多 就股价大跌 有没有 有啊 南电跌更产 跌了这样七成 沿路发利多 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 是没有用的 你真的以为报纸 十块钱买 就会赚到钱 如果这样 那谁要上班 那每个人拿十块钱 买分报纸 然后看着买 就赚钱了 那谁要上班 台湾就没人要上班 不是吗 如果现在打足球 如果你足球迁赌 每一都会赢 那谁要上班 我来迁赌就好了 迁赌为生就好了 每一天都赢好几万 那上什么班 不要闹 很难 不可能 所以你发现 你每天看报纸 是没有用的 只有你赔死了 没有人告诉你 涨跌的真相 不是吗 谁告诉你 涨跌的真相 所以你每次做错了 不是吗 你赔很多钱 好 新兴南电都一样 谁告诉你 股票要跌了 ABF转落 张爱铭 2月6号 在东森就讲了 今年的2月6号 你看就讲了 ABF转落了 讲一次吗 讲七八十次 跟你讲ABF转落 你看讲了多少次 所以我们希望 做一个节目 能够帮助人 那就有意义 那如果会害人 每天在那边害人 那不如早上退休 你不行就下去了 可不可以这样害人 不好 好 金融业前十业获利 天哪 掉32% 当你看到新闻 投资片 股价跌到哪里了 跌31% 好像差不多 掉32% 跌31% 对不对 可是你看到 已经来不及了 股价早就大跌一波了 金融股 转空的时候 你看得懂吗 高档转空 你看得懂吗 投资片 你看不懂 很简单就要缴学费 那目前 好像日线有翻多 那看周线 没有 所以你罪他还没用 所以你看一整年过去的 赵亦明会不会跟你说 金融股好 没有 你什么时候解盘 听我跟你说 金融股很好 大家来买金融股 我要待会买金融股 没有 我不会讲这种话 因为格局不对 好不好 好 电子股呢 来我们看电子股 目前今天是12月7号 在这里 一多 两多 两多 一空 上档压力成不成重 哎呦 蛮成重的 懂意思吗 三线强不强 说真的不强 不强还是两多一空 上档压力成重 所以你看完就知道 这个操作难度一定很高了 你乱买赚不到钱 一定会赔钱 要小心 好不好 大盘的格局 跟电子股很类似 有没有 三线呢 一样两多一空 中间跌破 强不强 不强 压力呢 压力还是很沉重 这边有压力 上面也有压力 所以我们说 看完之后 你心里就有底了 这盘不是你想的那么好 操作上 一定要非常谨慎 非常非常小心 现在 你一定要注意到什么 一定要知道什么 到这边 反弹到此 已经开始有危险 不要说我没跟你讲 不要这样跌下来说 老师你都没提醒 我现在在跟你提醒 反弹到此已经有危险了 不是创高就可以买 股票 大盘各股都一样 好不好 这波上来 已经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空间了 涨了两千多点 如果你都还赚不到钱 到这边 回党的时候 你会再受伤 不要说我没讲 这波上来 时间空间都有了 如果你都还没有赚到钱 回党你会再受伤 不要说我没讲 好不好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回党 你要看得懂 转空你要看得懂 懂意思吗 一旦行情回党 你要看得懂 而且要避开 没有避开 那小心 你的钱又不见 好不好 不要说我没讲 我们看台积电新闻 台积电一下美求救 为什么 建厂成本太高了 又缺人 又缺人 又缺这个成本又很高 你看下去 这个美国 亚利桑那盖 这个三奈米厂 什么问题 有啊 那边不讲了 成本高 缺人 对不对 好 张忠谋说什么 张忠谋说 在美国做芯片 这个芯片 怎么样 成本高于台湾50% 为什么高那么多 美国人工贵 美国人不跟你搞加班 你要请他加班 他都不要 美国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国家 他跟你加什么班 所以我们说有没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的 所以不要有建厂没问题 一大堆问题 好 张忠谋有没有讲过这个问题 有啊 我在今年3月10号就讲了 台积电的问题 库存 你看当时谁跟你讲库存 没有 只有我讲 库存 宠物下单 警惕下滑 设备折救 跟你讲一大堆 美国 日本的劳工问题 有啊 不都讲了吗 这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看不懂 你就会盲目投资 600块以下是老天爷礼物 台积电赶快买 美国人现在500块都占不上 你看你要赔多少钱 不是吗 张忠谋三月10号就跟你讲了 问题 台积电有问题 好不好 好 台积电的格局 看一下 一样两多一空 上面有没有压力 这都是压力 这会没有 容易上去吗 很困难 压力很大 不容易上去 这样懂意思吗 你必须看得懂 你才不会盲目投资 投资错了你会赔钱 周线 空投格局 688呢 1月21号 当时股价高点 688 最高点 为什么没有翻多 台积电历史高点 688 为什么没有翻多 你看什么指标都翻多 只有张敏的股神系统 不会翻多 最后证明我是对的 你买一句就完蛋 这一段 你买一句 没有 你就赔死 你绝对赔死 46% 你输得退口 懂意思吗 所以台积电 操作一定要非常小心 该讲我也都讲 不想讲 缺电题材行 重电族群 好了 讲一个题材出来了 缺电 谁缺电 当然台积电缺电 甚至八人台湾都缺电 去年跳电 好几百次 缺电问题 以后会怎么样 会传重电族群 会有机会 绿能的股票会有机会 那哪些股票 在这里 懂意思吗 那怎么挑怎么选 对啊 怎么挑 你不会挑 你不会挑 要白忙一场了 这是一个题材 这是有机会的 不管将来怎么样 目前就是有缺电的问题 台湾要盖一个厂 一个厂 台南一盖 等于台南一个城市电力 要给它用 晶圆厂赤电怪兽 那不是普通的 电风扇在那边转转转 不是那测电怪兽 用电非常的大 你没有给它足够电 那没电怎么运作 所以问题很多了 那我们就会产生 绿能重电的股票就有机会 好不好 那这些股票翻多了没有 请问你要不要选 要啊 那你会不会选 不会 那你怎么做股票 对啊 就是抗许就是几档啊 那你怎么做 哪些翻多你知道吗 哪些还没翻多你知道吗 好 生计绿能 你看又讲绿能 对不对 资金避风港 我们不是要讲避风港 我们要讲你要怎么选股 股票出来一大堆 好了 就这些 把它变成表格 就这样啊 台湾股票 日线周线看影片 好了问题这么简单 那你会挑吗 这些股票我来挑 两分钟搞定 而且一定会挑到最正确的 那你要你还挑 我跟你讲 你十天都挑不到好的 你搞不好买错 赔钱 好不好 有这个专场 你就能够成为股市益家 就是要会选股 怎么挑怎么选 上次有没有跟你讲 最强的股票 军工电动车 讲完有没有涨 你看有没有涨啊 有啊 真的有涨啊 有啊 雷虎啊不是吗 都涨了 合成也涨了吗 金刚也涨了吗 对不对 有啊 电动车怎么涨 两档而已啊 这个 这个生锐跟玉龙 就两档而已 我没跟你说 十二档就可以两档而已 有没有 有没有就两档而已 没错嘛 那最后我们要涨 一二三四 四根天板 我们不好意思啊 我们赚50%而已 操作多久 两次啊 11月17 到12月5号 那就半个多月而已啊 两次 50%把它放口袋 普通会员操作的 所以你只要会选股 就有机会 人生会过得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 半个多月可以赚50% 你会不开心吗 高手操作是这样 有缝隙就可以开出一条路 这是高手的特性 如果你的这样选股功力 两个礼拜多 你可以赚50% 你人生一定会非常非常美好 有没有道理 那如果你的套了怎么办 砍掉重练啊 有更好的办法吗 你套了股票 该出场就要出场 不要跟他拗了 好 你100万剩50 没关系啊 砍掉 把股票空头换掉 换很多头的 买对股票一次 三成啊 就65万 第二次再三成 就85万 你185万 就快回来了 两次就快回来了 所以我们说有没有机会 有 只是要有方法 有技巧 要选股 所以这股票怎么挑 重电族群 这股票怎么挑 升电绿能族群 我们广告回来 跟大家分享 筛选怎么挑 教你 你有这个专场 你就会成为赢家 就是要会选股 怎么选 我们大概回来说明 小二组位 2500 6999 这是我大理 你可以搜寻加入 记得留下电话 有问题在我们 快速回答你 先交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议广告回来 继续请教张老师 欢迎回到掌跌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我们前两天有提到说 一档股票 准备要三千万多了 刚刚占上 突破压力 我听完不错了 那准备要买 这档股票可能跟 升率或许会一样 会涨50% 那有没有机会 这档股票叫做 骑红 你看前两天 是不是上去了 红棒喔 对不对 上来了 有点小瑕疵 就第一线太短 上档压力重 隔天应该怎么样 当竹子过关 我们下项你就知道 竹子过河就跟巨一样 要直往前冲 你不能在那边退缩 结果昨天怎么样 要退缩了 没上去 所以我没买 今天打到跌天半 我当然不会买 所以我们就做股票 要很谨慎 要很小心 要把会的钱 当做我们钱一样的爱惜 价格不对 我就不会买 好不好 原因是这样 我们看这两国要划成 昨天有个跳空 为什么 1234 很多压力 对不对 所以它要突破要怎么样 要跳空 或带上场 有 昨天在这里 没错 跳空突破了 今天 再往前冲了 所以我今天就买进 48.9%就买进 尾盘就拉上去了 就这样 懂意思吗 操作是这样 比如说合一 这是前几天讲 可不可以 神纪股最近都转弱 快要挂掉 有没有 这都根本没有翻多 像这个保瑞一样 股价在高点 股价现在都不上去 就不对 所以不是股价在高点 一定会翻多 不是这样的 懂意思吗 不对嘛 所以我们就不会买 昨天看到跌停板 懂意思吗 所以操作股票 一定要非常谨慎 小心 赚到钱基本概念 认为股票快速飙升的过程 它怎么样 其实都在反映未来的变化 不是反映过去 所以拿过去 EPS有多好 那个都没有用 趋势一定会走在前头 股价系统三线会走在前头 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说这些重电族群 要怎么挑 这些生计绿能族群 要怎么挑 怎么挑 方法很简单 来 比如说我们重电族群 好 这么多 接下来十七档 我们把它切入股价系统 888看一遍 99 777再看一遍 这样就有答案 我们把它切到电脑 我们电脑通常是用四画面呈现 平常四画面就等于 你有四台电脑 四个画面 可以自由切换 好 那我们现在为了选股画面 把它打开 变成全画面 好 那我们就用代号来 看这些股票 华城 对不对 好 1519 来看对不对 刚刚讲过了嘛 这个刚刚拉上来 三线架构漂亮 没错嘛 压力区突破了 这些股票这是对的 好 日线没问题 那我们就要等一下再看周线 然后4550 这是长加 第一线就比较短 这样就比较不好 第一线短代表有问题 上档压力沉重 留下两个上雨线 这个就比较不好 有瑕疵 第三个1503 这个试电 对不对 三线再临走 所以这个 对也不对 所以有点瑕疵 1514 这个亚力对不对 不对 还在空头格局嘛 好 1593 很方便 一秒钟看 不对啊 股价冲高没有用 曲线根本没有拉起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对 这个齐滑 这个来 8374 这个罗生 对不对 不对 罗生还在空头格局 好 东元 1504 对不对 不对啊 这格局根本就不对啊 这样懂意思吗 这边很多压力 要跳空超红棒突破 有没有 没有 没有跳空 没有超红棒 所以再打一次 好 接下来是1513 中兴电 对不对 股价创新高 对不起 股神线拉不起来 这就不对 所以我再讲一遍 不是股价冲高 就是翻多了 不是这样 这格局是不对的 好 广东1537 对不对 不对啊 好 1529 这个热市 对不对 三线还在零走 目前也是算不对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完之后 头这边 十几档股票 只有一档对的 所以你要不要花很多时间 一档一秒钟 所以看完之后哪一档对的 只有华城 懂意思吗 电脑 只有华城对而已 其他都不对 这样懂意思吗 是不是很简单 那我们接下来看周线 不困难啊 一档一秒钟都看懂 777 好 我们看一下 热市对不对 不对啊 公投格局嘛 我们就给它打叉 广东 1537 对不对 也不对 就打叉 这个啊 1513 东元 对不对 对 我们打勾 1504 对不对 不对 打叉 8374 对不对 不对 打叉 1593 对不对 不对 打叉 1514 对不对 对 打勾 但是有瑕疵 第一线跟第三线都太短了 好 这个1503 对不对 太短 第一线太短 有瑕疵 对但是有瑕疵 4550 4550 来 对不对 4550 777 来 对不对 对哦 长假是对的 好 1519 滑成 哎哟 漂亮哦 还是有点小瑕疵 但是OK的 这个有点小 要注意一下 所以看完之后 头这边 吃一档股票 就一档对 就是滑成而已 虽然选贡有没有困难 不困难 就这样画就这样对 懂意思吗 日线看一遍 周线看一遍 不困难 但是要有方法 有句条 有工具 就像你要导航一样 你要不认识路 你又不买导航 没办法 你就迷路吧 不是就是这样 好不好 很简单 好 所以写完之后 很简单答案就出来了 好不好 时间的关系 如果你有这样的功力 人生会变得非常美好 50% 或许就可以找到下一档股票 小二组A 2500 6999 这是我赖的利马 你可以搜寻加入 有问题记得留下电话 在那边快速回答 你时间交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在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加政策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简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付投资风险 终于操作顺利 我们下回